但是我跟妳講 因為剛剛講了那麼多 網友對於夏天 還有什麼最討厭碰到的事情呢 友芸 好 根據今晚開通的官方粉絲團 還有網絡社團 幹梗帝國的合作名叫調查說 面對夏天的時候 到底有哪些最害怕的事情 好 今天女生應該都很有感 第三名就是 好 這個呢 它的這個懶得動指數有54% 就有網友抱怨就說 夏天化妝 真的是會吐石流 而且尤其是疫情 然後又要戴上口罩 所以整個口罩上面又更黏膩 那根本就沒有辦法 好好的出門約會嘛 那另外第二名就是 比起洗頭髮 吹頭髮更令人饒火 而且只要在吹頭髮的時候 如果旁邊沒有電風扇 或是冷氣的時候 這個吹完頭髮 你還得再洗一次澡啦 根本就是完全不想做 好 懶得動指數有68% 好 另外還有高居榜首的 第一名 好 是什麼 就是當朋友糾團去戶外的時候 懶得動指數是89% 到底為什麼大家那麼討厭戶外呢 其實就是因為 現在夏天除了太熱之外 最怕的其實是 其實剛剛佩提姐就有提到 甚至其實剛剛小燕姐有講到 就是夏天最討厭到外面去的時候 就是各種蚊蟲叮咬 別人都不找偏偏就找上你了 而且去一趟海天 你可能要脫石層皮 明明就分分鐘都在補防曬 可是怎麼補都還是怎麼沒有用 對啊 皮膚白的人會曬傷 其實我們皮膚黑的人 不容易曬傷 好像是我們的皮膚裡面有一個 多阿美一個東西啦 就是可以保護自己的 所以我不太 不太噴防曬 因為我很討厭全身很黏的感覺 黏黏黏 那個時候是因為我們要去海邊 然後要拍MV 然後那時候我們同時也在拍戲 所以我經紀人說 我不能夠再曬太陽了 再下去會不連戲 因為會太黑 對 然後我就補了很多防曬 還補那種抗UV的 然後還擦那個 就是不會曬黑的 結果我黑了兩階 我那時候拍偶像劇 我記得是 我一開門 然後第二幕 我這個人只要跟皮膚白的 站在一起 光很難打 因為打我的話 那個人就會曝光 他就會曝光 所以我也很難打 對 所以就整個不聯繫 然後還有一次是我朋友 他也是跟我一樣 會出很多汗的 他就跟我介紹說 你用這個止汗劑 芳香劑 可是其實汗味 加上止汗劑的味道 是很難以形容的 那會融合成一個很奇怪的味道 化學 對 那我以為是噴過之後 我也聞到那個味道 我就再也不噴了 我跟你講 那個小黑蚊 以前說只有這個南部才有 有沒有 他們都 現在你去什麼新竹 宜蘭 什麼都有 很棒 他們都有上京新北漂 對啊 一個一個都大高血過來了 很好 那也是離不開冷氣嗎 像這種小黑蚊 如果我今天擦的是助塞油 那它真的是不來釘 對 可能是因為它成分的關係 然後它不來釘 我是助塞油 不是防塞油 他怕塞 對 但是如果今天我擦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我聽了就是 一般的長輩們給我提醒建議 他叫我擦什麼 擦麻油 麻油 你說做菜那個麻油 我告訴你 麻油你去的那個 我去的那個地方是一個 滿不錯的一個公園 那裡面有很多的什麼松鼠 雞 鴨 還有那些就是 小蛇 反正就是很大自然的一個地方 小蛇 那到底是什麼地方 我跟你講還真有這樣的地方 當會有這些東西存在的表現 那就是一個好地方 對 生態 乾淨的 對 乾淨的地方 我擦麻油 當然平常我自己也有習慣 就是我在那邊打坐 就是我就是我收過 那你會放一點薑片嗎 但是 這什麼一座 我告訴你 雞 鳥 雞應該不會來吧 因為你有麻油 對 它不是在我旁邊會在我旁邊繞 鳥 會在你腦袋上飛飛飛 飛照 最討厭的是那個阿嬤 早上會來的那個阿嬤 阿嬤也來了 夭壽 是什麼人呢 麻油 阿嬤有這種怪理怪氣的槍枝嗎 但我問你覺得 因為我擦麻油之後 我發現其實那個 我蚊子開始變多了 而且還黏在上面 對 因為香啊 對 但我不知道 我一直聽那些長輩們講說 這樣弄 我就真的這樣弄 我很不怕晒 但是我很怕晒一個地方 就是臉 我也是 是臉嗎 還是牙齒 臉 我每次 你看我每次晒太陽 我有那種影片 我就是整個臉全部包起來 只有下半身全部都是脫光的 我也是 對 然後臉我整個包起來 但我用那種晒晒陽的那種東西 怎麼樣讓臉包起來之後 會很舒服 有沒有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幹嘛 真的假的 這好適合去搶銀行 這幹嘛 而且你這樣完全 躺在那裡光光的 人家也認不出來 你是排好 而且你直接給演麥威系列 好像假面超遠這樣 那個洞是不是你自己剪的 不是 可是你晒完不會這一圈是黑的嗎 對啊 不會 因為我還有戴帽子 對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滿重要的 因為你知道 因為你要這樣晒就是要把自己 真的嗎 對 把自己感覺非常非常舒服 還有顏色可以選 還有顏色可以選 對 剛剛是誰說 我家裡放粉紅色恢復 不是 就把頭套放在床旁邊就好了 這個是我老婆的 我覺得女生的比較 還有保護脖子 對不對 我們防晒的原因是因為 怕臉晒出黑斑 有斑 對 臉上有斑就有麻煩 他要去打那個斑 每一個人都說 老師你到底打了什麼 你什麼 你是不是看不出來 你就是有去打 我當然必須承認 我這個年紀 我也該打 我打了三季莫德納 什麼啦 當老師 打在這邊是不是 對 莫德納打是不是 打在這裡 大家都會想說臉 然後正面 手臂這種 就要塗防晒對不對 我那時候拍戲也是這樣 都塗完 哪裡塗傷呢 哪裡 沒有 穿高跟鞋 可能塗了這裡 然後你就沒有想到 腳背這一塊 然後還有後面這一塊 你也沒想到要插這裡 通常是這一塊 曬最黑 對 因為太陽在後面 因為你會想要背對太陽 對 然後就一整天拍戲 我們那時候在牧場拍戲 完全沒有遮蔽物 然後一回去這邊 立馬曬紅一片 超明顯的 然後後來就趕快塗蘆蕙 蘆蕙真的很有用 有用 立馬敷了兩三天 真的完全就不會痛 對 皮膚白的人就是很容易 那個被蚊子青到這樣子 然後我還曾經有一次拍戲 拍古裝很熱 那想說好 那個中午吃完飯躺一下 躺在躺椅上躺一下 一醒來 這隻眼睛張不開 被蚊子咬到眼皮 天啊 我那天出外景也是 怎麼樣 咬到什麼皮 很煩的事情 我那天出外景也是 然後就睡一睡起來 就這邊就一顆這樣 然後就變成 你知道大小眼 大小眼這樣 我們是在聊蚊蟲 你是真眼吧 蚊蟲 沒有 是真的蚊蟲 超級賤 哪裡不盯得盯眼皮 對 然後好了 那就是拍八點檔 又要趕著拍 導演就說那這樣好 我就一直拍你的左臉 等你這邊削 到了晚上才削 很難削這個地方 眼睛很難削 因為你又不能抹太涼 對 抹太涼 眼睛會受不了 對 眼睛更張不開 雨菊 你還是會防晒嗎 我還是會 就是因為我通常晒 你們那個球場那邊怎麼辦 對 就工作真的沒有辦法 還有出外景的時候 所以我在外景 在上集之前 這我知道了 這是不是印尼人 真的 這是什麼 真的 很多印尼阿姨都穿這樣 這個 昨天我們在那個分局門口 那個通緝專刊也是這樣 我跟你說 為什麼要包成這樣 剛剛有說脖子會曬黑 對 其實 會 而且會曬髒 像我們這種 有分線的人 就是這個會很容易曬髒 真的 有一次我去澎湖拍戲 我們只是一個早上而已 就是那個很漂亮 弄一個什麼求婚的 然後在一個郵輪上面 小的郵輪 超帥 然後穿西裝 因為那種婚禮有沒有 穿西裝 然後我跟你講回去真的 你這全身都濕了就算了 然後回去第一件事就洗澡 我想說洗澡整個天 頭也洗 我跟你講 那個蓮蓬頭的水 是燙的 不是 沖到頭皮 會透 頭皮在透 上次也是出外景的時候綁辮子 想說出外景 要去水上樂園出外景 然後綁辮子回來也是這整條 紅到會起水泡那一種 對 綁辮子會 但我就是滿敬業的 我在一開機以後 誰不敬業 你最為哪個講的這個故事 今天真的會怎樣 沒有 你看 其實他今天 他就是戴了墨鏡 所以他臉那邊是紅的 對 因為遮住有沒有 我現在最北的地方是我的胸部 哪裡 就是 哪裡 這裡 真的 這裡比較白 哪裡 然後你看 我在一開機的時候 我就會穿上小可愛 然後戴個帽子 因為我的頭皮是真的很容易晒傷 像我每次去 每個月去染頭髮的時候 我的髮型師都跟我說 你的頭皮真的要注意 因為我每次要幫你染頭髮的時候 都看到你頭皮是紅的 所以我就會外景的時候 搭個帽子 然後就是穿小可愛 開機的時候就這樣 把外套脫掉 反正臉皮跟頭皮 就同一層 同一個皮 所以還是要保護我 什麼 你真的滿腦子 什麼 我沒聽清楚 臉皮跟頭皮是同一層皮 當然 這當然的是 所以你臉要防晒 頭皮也要防晒 也要 好不好 不要忽略它 櫻葵 你年紀真的不小 櫻葵 真的要 順風副產跟櫻葵 櫻 他不是孔油嗎 很多個分身 你是不是就孔油 然後再補 我應該是 我應該有點 那個怎麼會臭 我真的會臉 但我也有曾經 就是為了防晒出過球 那時候我們在那個板子 就是你們有玩過SUP嗎 有 立感華獎 對 海上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剛好製作單位排了一個 十一點滑 你知道 熱到不行 然後你那個在海上 又整個會反光 你整個人會黑到爆 然後又會曬傷 我就想說好 我就穿一個長的沙龍 去那邊 就想說 比較不會曬傷 就比基尼然後 長的沙龍很不敬業 真的 沒有 我那個沙龍是有 透明的嗎 你玩那個怎麼可以穿沙龍 不敬業太胎也不敬業 風吹然後就會看到這樣子 這樣不敬業 不敬業 結果你知道 我就那時候在滑的時候 我還出學者 我就站不穩 我就突然滑一滑 整個板子這樣翻過來 應該 我就倒下去 什麼叫應該 不是 它那麼多 倒在翻一下 就是 對 然後我一下去的時候 我想說 不就翻下去而已 我會游泳還好 結果我要往上游的時候 發現我那個沙龍兩條步 直接纏住我的腳 我沒有辦法往上游 我就是在水上 在水裡這樣 這時候你就應該 把全身的東西都脫掉 對 你可以先拉 然後慢慢拉漂浮一下 對 生命重要 對 要減少一些東西 我就這樣救命這樣子一直 然後教練看到傻眼 他立刻從他的板子跳下來 然後來救我 然後他就想說 他很開心 不是 因為我本來只是想防晒 結果沒想到那麼糗 他的教練心機太重了 對 教練應該告訴你 這樣很危險 會那個殘忍 教練應該就是連鶴血 對 對 今晚開戰吧 讓你永遠選被編 今晚開戰吧 讓你總是被承擔 新時態互動式綜藝 快快來訂閱 按下小鈴鐺喔 小鈴鐺喔 哈哈 哈哈